在寻常人眼里 给主播打赏个12800的已经很多了 可在一些大款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主播圈子里至今流传着这样一条传说 某平台榜一大哥华哥 在粉丝答谢会上一致千金 当场打赏主播80余万元 可能有的人不理解 粉丝答谢宴不是答谢粉丝吗 怎么还要粉丝掏钱呢 这就要联系起主播行业的一些特殊规则了 一般来说 有些主播会将主播打谢言 当做一个穴头 以此来开播与他人献上PK 通过这种方式来拉伸自己的人气 顺带着也搁一波韭菜 华哥所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2018年刚刚收到宴警邀请的时候 华哥本来是不想去的 毕竟他作为一名59岁的独居老人 性格有些孤僻 也不爱与他人交涉 只不过奈不过女主播撒娇卖萌 软磨硬泡 最终华哥还是到了答谢宴现场 却没想到这一步直接踏入了深渊 在这次答谢宴开始之前 华哥就已经陆陆续续 给这位女主播打赏了140万元了 因此这次来吃饭的时候 他可谓是口袋空空 原本只想简单吃个饭 没想到女主播看人齐了 直接发起了线上PK 于一名百万粉丝主播直接开始的同台竞技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位女主 本身粉丝数是没有后者多的 所以要想获胜 只能靠粉丝打赏更多的礼物 PK一开始 女主播就陷入绝对劣势 好在打起宴现场有不少的榜上大哥 在大家的支持下 女粉丝扳回了一些劣势 但是照着这个进度下去 书肯定是要书 对关键时刻 女主播眼泪朦胧地找上了我们的榜一大哥 华哥参加宴席的众人 目光也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可以说此刻的华哥已经被架在火上烤了 一时上头 华哥直接找了个借口走了出去 倒不是想借机开溜 毕竟华哥在这个直播间里 也是有头有脸的任务 他之所以外出其实是想搞点钱 随着网上各大借贷平台被陆续打开 华哥陆陆续续凑了八十多万 然后嗡手挺胸地再度迈入了会场 结果不必多说 华哥一口气把这八十多万 刷了个干干净净 凭借一席之力 让女主播获得了PK的胜利 也在直播间留下了一只千金的传说 打戏宴结束后 女主播亲自请华哥吃了个夜宵 按理说气氛是和和美美的 可是随后这一切都被一条微信消息打破了 这条微信消息是华哥发给女主播的 内容不是别的而是借钱 好妹妹哥哥之前把钱都打赏光了 如今遇到了些困难 不知道你能否先借我十万周转一下 刚发出消息的时候 华哥可谓是胜券在握 他觉得凭借两人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肯定能成 可是他等了许久 都没有等到女主播的回复 后来再去联系的时候 恶然发现女主播已经把他拉黑了 直到此时 华哥才意识到自己是干了怎样的蠢事 他倾家荡产 雷记给这位女主播打赏了两百多万 如今只能住在租来的单间里面吃泡面 天气炎热都舍不得开空调 只能吹风扇 这到底是图神吗 刚刚接触这个女主播 的时候 华哥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走到这一步 华哥在某着波软 剑上认识了这个女主播 当时这个女主播只是小伙 华哥也只是粉丝中 不太起眼的一个人 两人也称得上是 另类的相识与威莫 后来这个女主播突然从平台上消失了 华哥心中还有一些惋惜 却不想过了两年之后 这个女主播竟然又出现了 由于断播两年 女主播原本的粉丝基本上流失殆尽 当华哥再度进入这个直播间的时候 女主播当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一来二续下来 两人的关系愈发熟络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华哥逐渐在网络平台上 为女主播送一些小礼物 也就是俗称的打赏 在华哥打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女主播对他的态度也愈发热恋 每次在华哥进入直播间的时候 都会单独欢迎 甚至偶尔还会为华哥单独献物 50多岁的华哥 哪里受得了这种攻势 很快就将女主播认作妹妹 基本上口袋里的钱全都拿去打赏 女主播也很感动 曾经当众放言华哥就是我亲哥哥 以后华哥老了 由我来养他 就在两人关系日益密切的时候 华哥发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他没钱了 但是为了能够继续给女伯 提高高额打赏 也为了让女主播在PK中获胜 华哥索性咬咬牙 把母亲留给自己用来养老的 那套房子给卖了 虽然那套房子在杭州郊区 但是也卖出了七位数的高价 于是华哥拿着这笔钱 在女主播的包衔中 很是扩出了一段时 见不过半年之后 这钱也花完了 华哥是彻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华哥收到了那封粉丝打谢宴的情节 原本已经有了些许退须之意的华哥 就这么一步步迈入了网贷的深渊 由于多种联系方式都被拉黑 所以华哥算是逐步 看清了这个女主播的真面目 他和这个女主播断了联系 生活中的窘迫也被亲戚给看了出来 原来华哥当初卖房子的时候 就担心亲戚会劝阻他 就欺骗亲戚说 自己之所以要卖掉郊区的房子 是为了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再买一套 可是纸毕竟包不住过 亲戚们没看到华哥有买房的举动 又看华哥日子过得辛苦 担心他就被别人骗了 于是联合起来上门与华哥展开了设谈 一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 华哥竟然把两百多万都打赏给了女主播 舅舅你糊涂了 网络上都是骗人的 你根本把握不住 侄子侄女们也曾想过 帮助舅舅把打赏的钱要回来 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将这件事 捅到了电视台那里 只可惜女主播已经是铁了心不还钱 再加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拉黑了 所以钱始终都没能要回来 当然 他们也曾经找过律师咨询这件事情 从律师口中他们得知 在网络平台上 给女主播打赏礼物 本质上属于赠女 想要全部要回来是不可能的 不过华哥打赏的金额过大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自己的生活 因此这种捐赠就不含公益性质 要回来一部分钱是没有问题的 华哥自己也明确表示 如果未来钱要不回来 不排除采用法律手段 纵观这件事情 华哥倾家荡产给女主播打赏了两百多万 却连十万块钱都寄不回来 甚至在那个女主播得知华哥没钱后 直接将他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这属实有些讽刺 而在那位女主播这里 有过这种经历的还不仅仅是榜一大哥 华哥通过与打赏排行榜上的人联系 华哥发现 榜两大哥对这位女主播也有很大的意见 原先这位大哥生意做得比较好 时间上也比较空闲 所以时常给这位女主播打赏礼物 两人间的关系非常好 可是由于生意原因 后来这位大哥比较忙碌 打赏的金额也少了 女主播面对这位大哥时 直接换了一副脸色 虽然还算是客气 但早已不负当初的亲热 华哥这件事闹出来过后 这位女主播也算是全望小伙了一把 但人们对于这件事情看法也是不一的 有的人认为 打赏这种事情是你请我愿的 华哥既然已经打赏了这些钱 根本就不应该再要回去 也有的人认为做人应该知恩图报 再过去华哥已经帮了女主播很多 现在华哥遇到了困难 女主播也应该帮衬你吧 不说借多少钱 与平台协商 然后将华哥打赏金额的一部分还回去 还是可以的 打赏需谨慎 根据情况亮丽而行 我是老金下期见